回到新聞現場來聚焦政壇的話題人物李婉玉 這次加入了台北市的立委選站 但民眾卻發現他的宣傳車 怎麼會出現在雲林斗六呢 而且還拜託鄉親要支持雲林女兒 宣傳內容刻意提到 女性最怕碾花惹草的人 搭配經典的台語歌曲 愛情的片子我問你 這麼剛好哦 在雲林斗六選區的候選人 剛好就是他的前緋聞男友 劉建國 台北市立委候選人李婉玉 宣傳車沿著大街小巷拜票 诶 是拜票嗎 怎麼講到男人要疼惜女人 女人更加要疼挺女人 而且背景音樂是 台語歌曲愛情的片子 重點是這台車出現在雲林斗六 剛好是他前緋聞男友 劉建國的選區 看到也是就笑笑這樣 對對對 他們個人的事是應該不關我們的事啦 大家忍不住想問 這宣傳車是李婉玉請來的嗎 李婉玉說車不是他過來的 因為父親是雲林人可能有支持者私下幫忙 對於搭配歌曲李婉玉強調可以吸引大家去聽 去看的宣傳都是好宣傳 記者郭建益雲林報導 像他們拒絕 我會把它看著 我們正在報道 到 對